这是一个大网红,正说着话,突然晕倒了,好在萧安在场,她启动了自己的吸体眼,搞清了网红的病因,随即拿出针头,对着网红的口腔来了一针,结果网红真的醒了,萧安再一次证明了自己的实力,自闭症一声从来不是她的标签,两一才是,这里是两一第三季第十四季,这一集中,医院来了个大网红,凭一级之力将萧安推上热搜,面对突如其来的名气,萧安将何去何从,让我们拭目以待。 这个网红只是嗓子哑了,但她实在太习命,为了治嗓子一连看了八个医生,涉及医学界的各个领域,但最终都没治好她的嗓子,现在她找到了萧安,一个级年轻又帅气,性格还很酷的良意,她意识到自己终于有救了,然后她就发了个微博,让自己的百万粉丝全都看到萧安,萧安意识到网红病得不轻,这令她十分兴奋,她将自己的兴奋分享给小花,小花不仅为她高兴,还想跟她一起吃午饭, 两人可以边吃饭边讨论更令人兴奋的问题,这种问题很私密,一般发生在床上,我不说你们也猜到是什么了,但萧安拒绝了她,她说今天中午有试作,小花以为她是要研究病例,但其实她把午饭时间留给了小美,她给小美点了沙拉,给自己点了冰激凌,她想体验一下冰激凌头痛, 因为网红说她经常冰激凌头痛,说到冰激凌头痛,你们可能不知道是啥,但一定都经历过,就是夏天的时候,是一大口冰激凌,脑袋会产生急促的头痛,萧安真的疼了,这是她生平第一次体验冰激凌头痛,体验过后,网红再也不想吃冰激凌了,经历了要命的头痛,萧安越发觉得网红的病不简单,她列出一大串检查项目,发誓要查出病因,但老黑拒绝了她的提议,这些检查做下来,要厚费5万美金,但网红可能只是嗓子发炎而 萧安不打算放弃,提出折装方案,只做一半的检查项目,但天真的她显然没意识到,上司是不允许掏价还价的,最终的治疗方案是开一点迪兰厅,之后让网红出院,关于迪兰厅又要给你们科普了,这是一种止痛药,功能类似于布洛分款式胶囊,网红听说自己的病又无疾而终,不太满意,说自己挣得很多,足以负担巨额治疗费用,她说着说着,竟然晕了过去,小白赶紧叫来护士,正被急救,但一旁的萧安却 不慌不忙,因为她正在启用吸低眼,之后就发生了开场的那一幕,她仅用一针就唤醒了网红,经过此事,网红究竟得了什么病也浮出水面,原来是伊格尔松和症,一种因净突过场引发的疾病,临床表现为咽痛,头痛等,少部分会轻微中风,但因为患者的临床表现各异,所以极易误诊,小恩为了庆祝此事,跟小花在室外接吻,正在这时,一群拿着手机的女孩出现了,她们是来拍小恩的,原来她们是网红的粉丝,通过她的微博,看到这些 这个帅医生,于是展开了追星热潮,面对狂热的粉丝,小恩有点不知所措,最终选择逃避,几个医生向网红介绍治疗方案,网红不想错过这个时刻,又将手机镜头对着小恩,小恩害羞地用手挡住脸,小白赶紧接话,继续介绍起治疗方案,她很想出名,这对她的职业生涯有意无害,治疗方案即手术方案,一种是无创手术,操作难度大,一种是有创手术,安全级别高,网红表示自己要考虑一下,医生离开病房的时候 小恩向网红发出质问,为什么未经允许就上传她的视频,把网红问得十分尴尬,网红将小恩的故事发到网上,的确激起了不小波澜,网友纷纷留言,要求见以前这个自闭症医生,医院高层关注到这一点,在讨论要不要把小恩推到目前,如果小恩对着镜头说出自己的故事,将对医院产生宣传作用,但眼下的问题是小恩并不愿抛头露面,有人支持小恩接受采访,有人不支持,最终院长拍了板,把决定权留给小恩,院长叫来小恩, 询问她愿不愿意接受采访,在网上说出自己的故事,小恩开始时一口回绝,但后来松口了,说会考虑考虑,交换条件是让院长面试小美,院长需要一个助理,而小美刚刚失了夜,当几个医生研究手术方案的时候,小白鼓足勇气,提出要主刀这场手术,她不想放过这个成名的机会,大美思虑再三,也觉得由一个青年女医生做手术,有利于医院形象,于是这场手术落到了小白手里,这可把小白高兴坏了,所有人都很在意网络对医院的影响, 在向网红介绍主刀大夫的时候,大美甚至换了件新陈衣,介绍完毕大家正要离开,网红叫住小恩向她道了歉,同时向她表示感谢,因为是小恩让她重回人际巅峰,小恩惊讶于网红可以在公众面前展示自己,但网红不以为然,无论何时何地,她都是在做真实的自己而已,这话对小恩很有启发,但不足以驱使她接受采访,她还要征讯更多人的意见, 午饭的时候,小恩向小花寻求意见,小花只说让小恩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,并没有明确告诉小恩要不要接受采访,小恩对这个答案不满意,说要去问小美,原来小美已经应聘成功,变成院长的助理,当小花得知此事,又发现小恩昨天中午是跟小美吃的饭,她的粗坛自打翻了,她的言辞变得过激,而小恩也不懂退让,起身离开,非要去找小美寻求意见, 小花气急了,去阳台透气,看到了也很郁闷的小白,小白在紧张自己的关肌炎,这一病会影响她在手术中的发挥,小白听说小花的苦恼,没有安慰她,反而说这一切都是因为她不自信,这就是美国人的交流方式,从来不拐弯抹角,小白说完就去做手术了,她的手果然受关肌炎影响,不太灵敏,以至于伤到了网红的颈动脉,好在她应急措施做得好,避免了一场手术事故的发生,手术结束后,几人讨论要不要将手术的瑕疵告诉网红, 全美国人都将知道此事,将对医院的名声造成影响,老黑匹一隐瞒,反正没有造成任何实质性伤害,大美虽然良心过不去,但也同意老黑的想法,现在的关键是肖恩,她从来只说真话,可能会对网红说出此事,肖恩最终做出保证会限制自己的回答,当我们足够成熟,就会发现世界不是非黑即白,很多谎言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权益之计,最终,网红并没有被告知手术细节,在欢声笑语和各位老铁的礼物中,结束了这场球衣, 当一些尘埃落定,院长找到小白,点破了她因为关节炎而闲些搞砸手术的事,小白想回避此事,这样的态度惹怒了院长,她的职业生涯将迎来前所未有的危机,而小恩她最终做出了不接受采访的决定,首先她有权保护隐私,其次她想被定义为好医生,良医,而不是自闭症医生,接着她找到小花,跟对方和解了,她们会共同面对任何挑战, 包括第三者插足,至于小美给小恩的建议是什么呢,小美说,不跟世界分享自己的故事,是自私的表现,但这话明显有逻辑硬伤,所以小恩更喜欢小花的建议,做了自己认为正确的事,这一集已经接近尾声,始终没有黑美和小黄的戏份,你们是不是觉得少了点什么,她们这就出现了, 这位至上看幼的妈妈听信了网上的偏方,吃了宝宝的排泄物,急而引发了结肠炎,老白怕宝宝的排泄物里有病菌,让黑美帮助宝宝排便,并将排泄物送去化验,这不验不要紧,一验,验出宝宝有先天性心脏病,现在母女俩都要住院了,手术过程中,黑美说,妈妈幸亏吃了宝宝的排泄物,要不然还查不出宝宝有病,小黄不同意这个观点,这是老白发话了,他同意黑美的观点,身为母亲,他一定不会后悔这么做, 这已经是老白近几期第N次支持黑美了,小黄一直被反驳,心里很不舒服,有一天,大美进到老白办公室,老白以为他是来叙旧的,其实不是,大美接到一封匿名举报信,举报的是老白和黑美,这对男女的关系似乎超乎寻常,以上是良意第三季第十四季的全部剧情,请持续关注我,下一集更精彩 喂,说的就是你,看完不停下关注才走吗 你确定 那至少留条评论吧